4.3億這樣子天價的數字 中華電信是非常有錢嗎 幫助愛爾達 我說難聽一點 這就像李孟宴 搞小三 然後花錢在小三身上去吃喝玩樂一樣 愛爾達是你中華電信的小三嗎 沒有股份持有的關係 為什麼 會去當冤大頭 奉勸中華電信 不要是愛爾達出來說明 我今天又不是告愛爾達 愛爾達那麼急的出來咬我幹嘛 中華電信有本事就出來說明說 你4.3億 這些你們投資者公司裡面的錢 為什麼是拿去給愛爾達 你獨佔的市場 你如果有這個屁股吃這個蟹藥 沒關係 你拿5億出來 買這個轉播權 那當然你付出的成本 你投入的心血 本來就要有固定回收的費用 那都沒有問題 那今天被我踢爆說 你投入的根本沒有成本 你甚至在還沒開播之前 就賺了1900萬 那我說實在你在哭窮什麼 昨天愛爾達 大這個大動作的反擊我 盛感榮幸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提告的是 中華電信愛爾達 卻要發聲明來反駁我 而且反駁的內容也非常的好笑 我指控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以及中華電信的團隊不應該這個 違背公司的利益 有4.3億的這樣子的金額 這樣的金元可以援助愛爾達 那幹嘛不直接花5億元 把這個轉播權給買下來 可以做更多更好的運用 為什麼是砸大錢 當冤大頭 然後讓愛爾達去養肥自己 然後愛爾達 根據我所提出來的 相關的說法 因為有吹哨子 這個證據我稍後再補出來 愛爾達拿到了中華電信 4.3億元的費用 加上我們體育署支出的 8000萬的補助 再加上他給華視跟公視 各900萬 總共是1800萬的 這樣的權力的轉播的費用 總共他拿到5億的這樣的標案 在奧運轉播權他獨佔5億 看起來好像很多 實際上一毛不拔 甚至還沒轉播之前 就拿到1900萬這樣的收入 空手套白 所以今天才出來 要針對中華電信做這樣子 違背股民 或是他自己的相關事業 投資者的這樣的利益 來做相關的告發 那等一下也會把刑事的告訴狀 也送出去 然後再講一次 過去中華電信跟愛爾達之間 是有股東這樣的身份的角色 中華電信是有持股的 那如果是以這樣的角度來說 你投資你的相關的事業 給他4億3000萬 好像合情合理 但現在手上已經沒有任何的股份 他們充其量是事業合作夥伴的關係 那事業合作夥伴的關係 值得你用4.3億這樣子天價的數字 中華電信是非常有錢嗎 4.3億這樣的天價數字是幫助愛爾達 我說難聽一點 這就像昨天 李孟燕 搞小3 然後花錢在小3身上去吃喝玩樂一樣 在道德及法律上面都值得讓人非議 愛爾達是你中華電信的小3嗎 你們不是子公司的關係 你們也沒有股份持有的關係 為什麼會去當冤大頭 所以今天撞告中華電信 你要知道中華電信是什麼 中華電信是特別土地 特別背信 對 因為他手上是有股民的嘛 有投資者嘛 那你4.3億是什麼樣的支出 你得到了什麼好處 那4.3億的費用為什麼不直接 你乾脆再湊個7千萬 甚至你也不用湊 你直接跟體育署這個申請補助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奧運的轉播權 中華電信做這樣子的事情 應該是比投資愛爾達 對股民更有利 但是完全看不出來 他4.3億花下去之後 投資愛爾達 股民拿到什麼利益 對公司會有損害 所以一定是有特別的來背信 所以目前就是中華電信這邊 對愛爾達是完全沒有任何股份的嗎 沒有股份 這個華視的話有多少的關顧 那中華電信有沒有花公堂 像公視華視給了900萬 那比其中有公堂的成分在嗎 這個就是要等這個中華電信來說明 4.3億那麼龐大的金額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嘛 你體育署的8千萬再湊一湊 中華電信就可以直接自己去買轉播權 為什麼是拿給愛爾達 然後再分給底下的這個華視跟公視 而且轉播視跟公視也還要花900萬 跟他買這個相關的授權 完全是不合理的嘛 是不是這個4.3億啊 4.3億它是什麼樣的 4億3千萬 它是什麼樣的算出來的 它的細項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樣去有這個數字出來 這個等後續我的吹哨者 因為也很好笑 昨天愛爾達雖然反擊了 可是他不敢說我提供的資料是錯的 沒有說什麼4.3億只需烏有 我根本沒拿那麼多錢 他只是繼續跟大家哭不窮說 他也花了很多的這個節目製作成本 什麼連線的費用 那4.3億根據我吹哨者指出 在中華電信的員工指出 真的是這一筆錢 4.3億就出去了 那後續我也會請我的吹哨者把資料補正 那也奉勸中華電信 不要是愛爾達出來說明 我今天又不是告愛爾達 愛爾達那麼急的出來搖我幹嘛 中華電信有本事就出來說明說 你4.3億這些你們投資者公司裡面的錢 為什麼是拿去給愛爾達 那這筆又是什麼名目 應該要跟你的投資者 跟你的公司的所有的幹部 交代相關清楚 那從中華電信到體育署 然後到中式華盛項 再到民眾可能要付費探斬 我現在上述是不是可能都是工廠的 百姓被扒了好幾層批 那當然啊 其實說實在的 我以前很討厭奧運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 奧運播出的時間 我的卡通什麼哆啦A夢都不能看 那個時候是全部的卡通全部的頻道都在轉播奧運 那個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那現在竟然變成說我必須要付費 當會員才可以看到這個奧運相關賽事的轉播 然後雖然愛爾達說 你看公視華視也有看 可是有些同時段的賽事什麼的可能就看不到 這彈性是非常非常不像以前 我們隨時隨地就可以享受到這樣子 樂廳體育賽事的這樣相關的權利 所以希望愛爾達放手吧 像葉原資那個時候說 不然由國家來買的時候 愛爾達也發聲明啊 就說這個是極權國家 非民主國家才在做這種事 那你今天 你又不願意花錢買這個轉播費 那國家說要花錢來買這個轉播的時候 你又說人家是不民主 說人家是極權 那好壞都給你講 生意都給你賺 有這樣的事情嗎 那怎麼可能說愛爾達就是有點到說 這個是最差的體育產業最大的活動嗎 那當然嘛 他會這樣子講嘛 但是你說實在的 就跟我說的一樣啊 我們以前享受奧運 就是十幾年前二十年前 我們享受奧運 是每一個線的頻道都可以買 然後國家也可以用很多力量 讓大家樂在其中嘛 去讓大家來參與嘛 那現在就變成你是一個獨佔的市場 而且你獨佔的市場 你如果有這個屁股吃這個蟹藥沒關係 你拿五億出來買這個轉播錢 那當然你付出的成本 你投入的新鞋 本來就要有固定回收的費用 那都沒有問題 那今天被我踢爆說 你投入的根本沒有成本 你甚至在還沒開播之前就賺了一千九百萬 那我說實在你在哭窮什麼呢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好惹喔 好惹 做不適合 你